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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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樹、大樹 我通通給你 反正我下架 你可以吸收多少是根據你的根氣 還有這些惡葉 最少我在撒波的時候 都是平等的給予 這一瓶就在講這個 那三草恩物就來了 佛陀第一個伐水 這個云是代表佛陀的伐水 這個大家懂嗎 那三草恩物 以前我都會問說 你是小草還是中草還是大草 還是小樹還是大樹 後來我發現這樣問 有點問題 很多人都不敢承認自己是大樹 肯定要不要發言做大樹 我就舉一個例子 可是我看人間瀑堤 我們有個照顧庫 記者問他說 那你以後要做什麼 他說我需要做大樹 就要照顧人家 對啊 大樹就要照顧人家 所以第一個是要發言做大樹 第二個 你現在到底是小草還是中草 還是大草 還是大草 是上药草 中药草 小药草 因為第一個药草 你要知道說你都是有用的 药草就是有用的 那我後來最近才體會到說 原來你到底是什麼 是以你現狀確定的 那小药草是什麼 你知道 示範諸王小药草 示範是什麼 你知道是天人耶 犯天王耶 他是天 就人跟天 你現在還在人 人天聖的話 你就是小药草 你上來有說 你持五屆可以做人 好 行持善 就可以上 做到天堂去 所以如果你有做 你有是 你已經有持五屆有行持善了 你就是什麼 一起說 就是什麼 就是小草 你要幹什麼 是以你做的來認定 那如果你已經修到身為原學了 你就是 你就是 中药草 那如果你已經開始發願 做菩薩了 你就是上药草 求是遵促 你發願 開始你皈依了 開始受證了 或是 那我就想說 那我們 時期比較特別 這樣走菩薩道 那我們都是菩薩 可是也許你五屆 十善做得 有做啦 但是做得還不夠好 後來我就想 你還是上药草 可是呢 你是 那棵草上面有洞洞的 有沒有 有蛀蟲 有沒有草 會被人家 欸 我這個屁股OK 應該還OK 就是說 你這棵药草 這個药草有沒有 長得有時候歪歪扭扭的 假設你持戒實的不好 對不對 但是還是有持啦 偶爾 所以被蟲咬 對不對 長得比較醜一點 會有蛀 但是你還是上药草啊 是不是這樣 所以 那再來你專心活到 你到了中根菩薩 你就是小樹了 那你變成一個大菩薩 就變成大樹了 種種體性得生長 一切種子 隨意說 如等所行菩薩道 反而總而言之 你最後都要什麼 你最後都要走到菩薩道 就會成佛 就會成佛 就這樣 從講這個祭壽 歌詞就可以講成了 幫我們帶一下 很快帶一下 三草惡木 又药草育 出於药草育品 那 這個譬如三千大千列 三草惡木一語論 就是 這個三草惡木就象徵 自然界裡面 有這個 小根小靜 小之小葉 中根中靜 中之中葉 大根大靜 大之大葉的 這些 就像你看這些樹木 草 這樣才會自然 才會自然 那 譬如三千大千禁 三草惡木一語論 以一味語 平等普施 教徒上法 三勝會議 就是說 這個佛陀的伐水 它是一語 普施 這是平等 我剛剛是不是講過 其實我只是在複習一下 那這個 這個 普施的是什麼 就是說 你最後 然後叫大家 有沒有 最後都要 他最後這一品的結語 是不是都要 如等 所有的人 是不是都要來行菩薩道 才能稱佛 那還是在教菩薩法 因為整部華經 都在教菩薩法 是佛所互念的 那這個 所有的三聖 不管以前小聖 就是 不管以前小草 中草 上廟草 那最後都要做 做這個 這個 無善 但是那是過程 過程裡面都會有 過程裡面都會有 不同的階段 好 那這個 那我們在過程當中 就會隨分受論 你這時候 因為你的根氣不同 你的因緣不同 生長的地方不同 所以你的生長開花結果 等情況也不同 所以你都會隨分受論 你看這是佛陀的慈悲 他都會給我們這樣的 一個平等大謊 好 那這個 剛剛那個 三草二木 我這裡 就整理的比較清楚 小药草 一起說 小药草是什麼 能天聖 中药草呢 身文言絕聖 大药草呢 菩薩聖 那到了小樹呢 中根菩薩 大樹呢 上根菩薩 他是這樣 這是這個標準的整理 是這個樣子 好 那我觀一切皆平等 就是說 在佛陀的眼中 就是大家都有成佛的 這個本性 上人今天還在講這個 這個動詞 人人都有真爐的佛性 等等 所以 都可以錄藥 所以為什麼叫藥草育品 就是要 那個藥草育品 那個藥草就是 藥就象徵是有功能的 有良能的 有作用的 有沒有說 奇怪 這個三草二木 為什麼叫藥草 藥就是說 你是有露營的 有價值的 我們每個人 特別發揮有價值的人生 發揮的功能 良能 這個就是藥 藥有作用 我們可不可以助人 可以 這個部分 所以那個藥草育品的藥 你要理解 為什麼叫藥 所以 種種體性得身長 一切總是隨意說 如等所行菩薩道 漸漸修學 其成功